各位 這裡有個消息 有一個賽車的明星 Denica Patrick 他在2014年做了龍胸 去到2018年各種毛病出現 相信患了一種叫做breast implant illness 龍胸放入silicon所引致的病狀 他現在就叫所有做龍胸手術的女人 將他拿出來 內容在這裡 他說他在2014年做了這個手術 覺得自己會變得更加女性化 但去到2018年開始 就有各種問題出現 他有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有甲狀腺功能減退 低血糖 重金屬中毒 頭暈 淋巴結 腫大等等 大堆問題 這堆問題 使得他找不到什麼突然 直至他看到一些關於 breast implant illness的視頻之後 才突然間發現 所以他現在勸大家 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 他現在回復 一直在好轉 這裏有個網站介紹 這個網站是來自美國那邊的 說包括各種名字 有時就叫做自身免疫或者炎症 或者叫做silicon implant illness 各種的名字 現在不知道有多少人有 但是在美國 每年有40萬人做這個腦胸手術 醫生股可能就是因為這個 引起了自身免疫反應 或者在腦胸的silicon表面 有細菌 或者是對手術有敏感反應 病狀有五十多種 所以這些就留給大家自己有興趣 可以自己慢慢看 我會把這個網站也放在描述上 希望大家愛個自美